大家好我是聖恩 今天呢我們要來講 當我要右手要彈奏刷法的時候呢 我的姿勢應該是怎麼樣 首先呢 我們在彈奏刷法的時候呢 你的右手的這個 手肘呢會靠在 琴聲的屁股的 這個上面的位置 那你的手肘呢 你的手臂會跟你的琴頸 不會是 盡量不會是平行的 會是有一個大概30度角的角度 大概是這樣子 那在彈奏的時候呢 主要有三種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手臂的揮動 以手肘為圓心手臂的揮動 第二個呢是手臂的轉動 這個轉的動作很像 我們在轉門法時候的動作 然後第三個動作呢 就是手腕 細微的動作 那這三個動作把它合在一起 會像這樣子 會像這樣子 好 那 我示範一下錯誤的姿勢 有一些人在彈奏的時候呢 他沒有手臂轉動的動作 他只有揮動的動作 所以呢彈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然後整個琴聲跟整個人都抖動的很厲害 或者是呢有人 也只有手腕 手臂轉動的動作 轉門法這個動作 這樣基本上應該是不太可行 手很容易就痠了 那這樣子三個合在一起 簡單來說呢 可能剛剛那樣比較聽不懂 或者你就可以想像 當我們洗完手呢 在甩水的時候 洗完手不是要把水甩乾嗎 那 你就想像這樣 洗完手以後甩乾的動作 我們在甩水的時候呢 基本上是一個瞬間的動作 所以呢我們在刷和弦的時候 彈奏刷法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不會從頭到尾都很用力的彈下去 而是 我會是 基本上都是放鬆的 一直到要接觸弦的那一瞬間 才會突然用力 甩下去 所以有點像在甩水 或者是像甩鞭子的動作 那往上也是一樣 甩上來 這樣子 那如果正確的姿勢呢 可以讓你在比較小的範圍裡面 有很足夠的力道 所以你彈奏的時候 彈快的時候不會是這樣子 感覺很努力 其實呢你會是 像這樣子 就是可以很輕鬆 然後看起來 手的動作不會非常的大 好這個呢就是 右手彈奏姿勢的幾個重點 希望這個影片呢 對你們有幫助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請在下面幫我按訂閱 然後也請到我的粉絲專頁 幫我按個讚 謝謝大家